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讲一下糖尿病患者可不可以吃水果呢? 根据营养师和在纽约的一位诊所老板 专业研究这个饮食 她叫Ellen她说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水果 要看两个因素 第一就是要控制它的份量 第二就是控制它的质量 她说其实每种食物 包括水果糖尿病患者 都是可以吃的 因为这些都是维持健康和均衡饮食的一部分 而且水果含有人体所需的必需的营养素 可以对抗发炎症状 或者降低其他慢性病 甚至癌症 这个风险都有帮助 所以吃水果如果皮是可以吃的 最好吃的 因为是人体摄取 纤维的重要来源 而且吃水果 对于平时饮水不够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好补充水分的来源 先和它的质量来说 营养师建议糖尿病患者 最好的直接方式 就是吃整个原本的水果 不要榨汁 也不要成为一个干品 脱了水的 也不要把它焗 尽可能用新鲜水果 就算是冰冷冻的 一样OK 因为水果通常一摘下来 便会急冻处理 这样代表它的营养成份 是可以长期保存 但如果你把新鲜的苹果 比如买回来摘在冰箱 你摘它几个星期才吃 是可以吃的 不过营养已经流失了部分 如果你要吃干果 也可以 但是不可以有任何添加剂 或者防腐剂 同时要控制它的份量 不可以时时吃 至于份量方面要怎么计算呢 说到份量是比较难些 所以建议用一个小的水果 作为一个准则 就是一个小的苹果 一条小的椒 或者小的金、橙之类 作为一个标准的衡量 或者也可以把水果切碎了 或者是秤一下它 切碎了就用一杯、凉杯装着 一般来说半杯的份量 或者一个小的水果 就是等于一份 建议糖尿病患者 一天可以吃两份的水果 现在就介绍有十款的 很适合糖尿病患者吃的水果 它因为是西方的资料 所以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用的翻石楼 它没有计算在内 这个我会在另外视频 我曾经介绍过 还会为大家再补充 先说它介绍的十样 第一样就是梨 它说梨是方便携带 而且可以吃果皮 是纤维的重要来源 纤维是可以帮助控制血糖 同时令你饱足感 它一份卡路里有102卡 你可以看着卡路里 来计算日常的总卡路里摄取量 你就知道自己是否过量 第二个就是苹果 苹果其实有很多种类 有红、黄、绿各种颜色 但是对于糖尿病来说 任何种类的苹果 虽然它的效果有少去分别 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每一种都是很好 而且选一个小的 就当是一份 因为每一份卡路里有95卡 第三就是肚 它说这个也是可以连皮吃的 也能提供纤维 而且也是方便携带 每一份就是68卡 一个一个小的肚子 第四就是肚 含有极高的抗氧化成分 可以中和自由基 和损害细胞的发合物 那就降低氧化的压力 氧化压力和多种慢性病 是有关的 这些包括心脏病和糖尿病 所以吃肚是有帮助 每一份的卡路里有79卡 到梅果类 最好选择各种颜色 越多颜色越好 不只适合糖尿病患者 甚至每一个人都适合吃这类水果 因为它比较小 所以最好就是用杯来承载 它的份量来计算 可以吃到一杯 因为它的含糖量比较低 每一份就有85卡 至于樱桃尿病患者 至于樱桃尿病患者 它的抗氧化程度有极高 很好的抗氧化炎反应 同时它和刚才说的每类水果很相同 它的糖分也比较低 所以吃的份量也可以比较多些 或者是差不多一杯 或者四分三杯 每一份就是85卡 至于樱桃尿病患者 这个维他命C是最高的 同时可以增强免疫力 帮助伤口的愈合 而且这类水果 不止有丰富纤维 而且容易控制它的食量 因为它可以撕开一块 你用杯子装着 就可以去到半杯的份量 每一份就有45卡 至于这个是葡萄油 这个有很多人吃西药的 就要小心 要问清楚会不会双冲 这个是有足够的水分和维他命C 而它的份量控制不能多 半个就已经足够了 因为它比较大 每一份就是52卡 然后就是奇异果 奇异果 奇异果就像那些 某类水果 营养价值很丰富 而奇异果 在很多地方的人 是不批皮 洗干净直接吃 不过我就觉得 皮好像有些毛 如果你的消化能力不好 也是批皮好些 每一份就是一个小的 它就是42卡 至于最后的就是菩提子 这个营养成分很高 对身体好处很多 不止有含酮量高 有助于产生你的能量 还有丰富维他命C 足盡血液凝固 能够帮助伤口的愈合 也能够保持你的骨骼健康 最好连皮连核一起吃 每一份就是62卡路里 除了这10样 我曾经介绍过 翻识量 也是糖尿病患者最好 最适宜的水果 我会在现时简单下 将关识楼资料 和大家分享 你有兴趣进去看看 以后我会再介绍 翻识楼如何排毒方面 是很有功效的 希望大家 就算你有血糖问题 你也可以放心 选择多些水果 多谢你的收听 谢谢大家